哈喽,大家好 马来西亚出口的数据呢,就刚刚公布 你看到的这个图呢,是 大马手套出口的数据 它是Value,不是Quantity,不是数量 它是看种子 在最右边的这边呢,这个是1月 2020,也就是差不多疫情前 最左,最右边这个呢,就是 12月的,2021年,就是刚刚上个月的,上两个月 这边差不多等有两年 这样它在12月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嘛 又是这个 它比11月呢,跌的大概是4点多 percent,对啦 呃,这个是疫情中 然后呢,11月的时候呢 又比12月呢 又比10月呢,跌的大概是 0.2% 呃,10月又比 这个 10月又比9月 10月,跌的大概是17% 呀 它都是一直下跌的 一直下跌 呃 刚刚公布的Hattah的业绩 呃 也就是Cover这三个月 9,10 12,12,三个月 所以它是下跌呢,也是预期中的 啊,因为你看下Compare 这三个月 你可以看到它是下跌 呃 10点公布的Cosance 跟这个Supermax 啊,或者是Kplus呢 呀,也是一样的 也是跌的哈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是跌的 只是跌多,跌少罢了 但是呢,它12月呢 虽然是跌,虽然是比11月跌的大概是4%啊 但是它才是比这一个啊 疫情前啊,这边啊 1月啊,2020 1月 还是多了大概是 59% 最近68 啊,还是很多的,还是比疫情多的 如果你是比较这个的话 你肯定现在很惨啊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疫情前呢 呃,手套呢 还是大赚钱的,呀 还是大赚钱 呃 但是你不要忘记 现在的手套的这个ASB呢 已经是很接近这个疫情前 呀,那为什么它 还是会比疫情前更高呢 高的多呢,高的这么多呢 主要因为是产量嘛 Quantity 要求 呃,需求高的很多 这个呢,我们叫做 以量补价 以这个产量来补这个ASB的下跌 呀 呃,如果你compare疫情前 现在股手套呢 所有手套呢 还是大赚的,ok 这个,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,如果你看它这个下跌的这个 这个,这个Rick啊 它是这样子了啊 就说下跌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对吧 18% 16% 现在是,呃 3到4%左右 呀,我估计呢 未来的3个月呢 它也是会跌 但是 可能就是这个2% 1% 这样每个月下跌 就给它跌5%好了啊 所以呢,就算它每一个月 所以从1月开始 跌5% 也要跌到 等半年过后 才会飞到这个 才会飞到这个数字 呀,半年 呀,呃 半年吧 我们再看吧 这个是一点 这样我们再看一下 个别国家的这个export 这个呢 这个 很奇怪的 这个其实是 中国 这是中国啊 China 你可以看到 这边还是上涨的啊 虽然我们说 呃,中国的产能大增嘛 但是 它还是有跟马来西亚买手套的 呀 看到吗 还是有的啊 这很奇怪啊 而且是比这边的时候跟 你讲它产能大增 但是 为什么他还要跟马来西亚买手套呢 这个是 丁金手套啊 OK 一楼手套 啊这个你这个不知道啊 但是给你一些想象的空间 这是中国 这个呢是美国 美国 啊美国 跌的少少 呀 所以一直往下跌 呃 这是一其中吧 美国 跌出 这一个呢 又是 第二大出口 美国是最大出口 第二大出口呢 就是德国 德国 德国是往 这是德国 Germany啊 是往上的 知道吗 还是往上的 呃 这边呢还要很久啊 还是要很久啊 下一个呢 这个是英国 UK 啊 UK呢 其实它才是 它才是 保留在高位的 那么高位 他没有 他没有 真正跌到很多 他才是 保持 跟这边是差不多一样 有跌啊 但是我是说 他才是保持在高位 所以一个呢 这个是日本 啊 日本也是在亚洲 是一个主要的市场 啊 日本的是 日本呢 呃 还是蛮 还是有跌 但是 他才是比这个疫情前 还是高的 高的 高的少少 啊 这个你可以讲说是差不多要到了啊 这本 OK 这个我就跟你分享了 分析了这个大马手套 出口的数据 又由 2020年1月到 2021年12月 查有了两年的资料在这里 啊 我的想法是说 他未来三个月呢 手套的这个export呢 才是会下跌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月 不会跌超过5% 啊 我们就算他5%好了 如果他一直这样跌5%的话 呃 我看也要半年他会再回这个 这个数值 这个是我的看法 啊 啊 当然最要底呢 我们还是要看回美国的进口的数据 因为 现在市场上呢 就一直潮的是说 啊 中国大量生产了 压价了 这类东西嘛 是不是呀 市场 市场不是潮 需求啊 需求 永远都在 我已经讲了很多 这场需求永远都在 他们是潮说 有很多竞争者 尤其是中国的 在丢压价 呀 但是他又没有跟你讲说 美国那边 他们有跟中国要争这个 进口税哦 哦很奇怪了 这个投行 讲一讲一半不讲一半的 你进口税增加了大概是 5-20%啊 啊 有多口税 啊 这样你要 这样你的这个 卖出去的价钱 会便宜到哪里去呢 呀 但是他又没有敢 但是投行又没有敢这个东西 ok ok 如何呢 我们就继续看 呃 看一下这个 过多的应该是过多多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呢 美国的进口数据呢 就会 啊 啊 公布 那时候我们再去看下是什么数字 就大概有个idea了 是中国多呢 是美国多 有没有强市场 ok 现在呢 我这个发呢 是个excel spreadsheet 嘛 所以我打算呢 就是说 把它免费的 啊 把这个special share给你们 但是呢 我不想免费share 我是想说 我只是愿意免费share给那些有餐 有subscribe 我的这个channel的member的 呀 不是赚啊 赚要给钱的啊 就说你 加入我这个channel member 就变成channel meber 你就可以去这个community post里面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啊 post 这个post啊 呀 这个是member 你啊 你没有参加member的话 你就看不到了哈 这边有个link 你去大陆下来 你去大陆下来 我放在google drive里面 你大陆下来 是个excel spreadsheet来的 你就可以去 看到我的那些data 啊 里面 我刚才我说你的是 我说你的是中国 那本美国嘛 他才有其他country的 你自己去选 你要看的country 呀 自己去研究一下 看他我没有做错 呀 可能我乱乱给的 呀 你可以大陆下来 然后自己去研究 啊 这样这个是免费 可以给所有 参加我这个channel的 这个member 呀 不用付钱的 ok 那如果你没有subscribe的话 sorry啊 这个就 没有了哈 你就看不到这个post 你看不到这个post呢 你就看不到这个link 你看不到这个link 你就不可以登録 啊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分享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还有一件事情 以后呢 我还会继续的把这些福利呢 放进去这边post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手套呢 手套的这个export呢 只是第一个 以后呢 比如说有一些variation啊 excounter cashflow啊 一些formula啊 一些class sheet啊 或是说 美国的入口数据啊 我都会放在里面 给你们登録 只是先members罢了 ok 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就快快抓买members吧 yeah 然后 叫多点朋友来join 这样我的分享呢 也是分享到比较爽一点 ok 谢谢大家